我煙海地帶放煮我的愛 不會買不起啊 3.0現在已經在我們這邊都小咖的了 我跟你講 我現在媽現場都3200起跳了啦 沒有漏氣的啦 RX300比較好還是GLC比較好 看自己爽的好了 真的 其實好Lasers啊賓士啊B&W啊 很多人都問怎麼選 真的自己爽就好 都已經開到那個level了 1S330加98比較強 唉唷讚喔 現在有便宜啊 09雅哥好啊讚啊 車大台啊 銀牌快半一半 哇下個月我這100多台車 稅金腳下去馬上跑路馬上倒電 Q50 1S200哪台比較好 後輪驅動前輪胸哪個後勤維修比較便宜 我覺得後勤維修差不多啊 可是我會喜歡Q50開起來的感覺啦 都去試試看吧 因為我對Q50是比較有好感 我對Lasers坦白說 比較沒有那麼有好感 不是因為他很爛 是因為他太好了 那這個就跟我們 有時候拒絕女生的時候是一樣 你太好了 我配不起你 所以我們要分手 所以我沒有選擇你 你值得更好的人 所以喔 Lasers我是比較沒感覺啦 T6的3.5代 Focus 1.5T跑4萬2 你的3.5代1.5T還有分有沒有天窗的 那應該預計可能都在40多萬 那車上在賣應該是要賣在 以現在的狀況應該是要賣在五字頭 感覺是這樣 開完155會不會感覺凱燕沒力 當然啦一定的啊 百名的啊 欸155捏 你真的開沒有幾台車 比那個快了啦 真的啦 你現在路上能看到能見度 開得比他快的應該沒幾台了 F30316值得初學者入手 我跟你講 你這個初學者就讚了 那我們初學者都在開K8啦 大發翔瑞大發銀翼阿 死了怎麼啦 但初學者在開F30316值得入手 絕對值得了啦 買下去就對了啦 讚 帥 我們初學者 傑安特立初學者在開F30 讚 屁股 車行一般不是都停牌賣嗎 沒有啊 我沒有在停牌的喔 我這裡拼不停牌的阿 為什麼你知道嗎 車子不停牌才有壓力 什麼壓力 想辦法把它賣掉 D9FOX MK4想賣11月 我們才在11月的行情欸 你如果是ST代 現在應該還要70幾萬吧 上次詢問引擎 尋完機油洗油你的東西還真的有用 老車換油的時候洗一下 對啊 不要洗太久啊 再洗太久你就GG了喔 噴煙喔 其實你車子裡面 你氣缸磨久了 老車嘛 那你磨久了一定 氣缸會有一些間隙 會有一些空隙 那其實你不洗的時候 這些油泥有時候 它幫你填補了某一些空隙起來 油 除了潤滑以外就要填補 對不對 要填補空隙 那萬一你老車你把它洗得太乾淨 你把這空隙都洗出來 你的車就變成什麼 吃雞油 很多這種例子 所以通常喔 以前有一陣子說 喔油泥洗得多乾淨 你洗得多乾淨 有店家都號稱說 喔油泥幫你洗得非常乾淨 整顆已經跟新的一樣 問題是你把空隙洗出來 油都燒燒掉了 你就變吃雞油就變冒煙 車行停牌可以停多久 沒有啊 車行停牌沒有分車行跟個人 你個人也是可以停牌 我記得停超過一年 它就自動幫你轉成絞銷 就是你的大牌就幫你絞銷掉了 2000年左右 K8跟City比較 當然是K8啊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City的零件比較貴 想不到吧 當初新車City比較便宜 可是因為它的試占率 在台灣的試占率比較低 所以一直以來其實 那個年代的City的零件 是比較貴的 0506Lazer GS300 帶巡 不用帶巡啦 那個不用找啦 那個油我一定會進 車況好我一定會進 那為什麼不用找 因為沒那麼好找 我跟你講很奇怪喔 05這一批的GS300 我遇到里程數都很高了 我跑了二三十萬 那我就不想進 你在25萬以內 20出頭萬我還可以接收 你如果超過25萬 我就不會收了 也不用特別找啦 有我一定會進 就旅車輪胎 胎太軟 會有方向機拉桿有問題的現象 開起來會左右晃 那你要判斷一下是拉桿的問題 你還真的是輪胎問題 因為輪胎太軟是會晃 可是我不知道有沒有 你講的這麼嚴重 除非你的車很重 休旅車 還要看你的車 車重 14的Forester 有什麼通病嗎 Forester我還沒有賣過 知名 住巴路我賣很少啦 我只有賣過一台Legacy 兩台Infresa 一台STI 沒了 請問一下 喜美八代底盤防袖 沿海地帶 車行看車會影響車價嗎 會 真的會 浴蓋彌彰嘛 你為什麼要噴防袖 就代表你住海邊 不過看行照也知道住海邊 通常喔 二手車商看到幾個地址 行照的幾個地址 會特別注意 基隆啊 北投啊 還有北海岸三支 巴黎一帶 有沒有 通常車商就會 看到那個行照上面的地址 有沒有 就會特別開始趴下來 看你的地址 北投為什麼有 因為北投那個水溝蓋 其實會有那個 溫床的基達你知道嗎 下面就會有那個 溫泉地氣 會冒上來 冒上來以後 可能你的底盤 就會秀屎 15RAP4 想換F30 316 欸 你會不會換差太多喔 還沒有這麼大台 你還有一台這麼小台 欸 可是喔 我不是開凱燕嗎 然後我今天換開那個 Skoda那個 Rapid有沒有 Rapid你知道嗎 Sportback Spaceback 就老舌欸 欸 忽然喔 大台開小台覺得 好好開喔 一直鑽一直鑽 大發Coven影片 何時會上 我怎麼買不到啊 幹 那都賣天價 70萬80萬 我怎麼買得下去 我也想買啊 買不下去啊 真的買不下去 Rapid 4 4.5到2.0 變化香油 更換需要先降溫嗎 好像要欸 基本上應該都是要降溫的 路天那種平台 看中午車不推薦 我現在在中午車那種網站 找不太到 我喜歡 喔現在好像有一個現象 大部分齁 年紀太老 車都被丟去路天 好像是這樣 好像在XX91 看不太到 比較舊一點的車 2015的316 目前行情 約多少 車每開7萬 我看 2015年齁 應該會在60多萬 70萬吧 70萬左右 有一陣子沒遇到了 為什麼會賣Ice 我一直都有賣Ice啊 因為Ice是唯一 我能夠接受的車啊 就是 稅金便宜啊 沒有什麼配備啊 結構簡單啊 省油省稅好停車 比自動車比較好 這樣 所以我賣他 Blaibia 2.4 06年會價錢還那麼硬 沒有為什麼啊 那個都是市場反應的 那個不是我們訂的 它就是這麼硬 硬邦邦 19032 06年 喔19032 06年要注意的 總是不少喔 最主要的 除了漏油以外 你要注意的是它的這個 機油壓力開關啊 然後它的那個變速箱電磁法啊 最容易的就是開車 欸前面紅燈對不對 然後你停紅燈 然後忽然停下來 你車已經靜止了 才覺得欸怎麼車子退檔 你已經靜止它才退檔 正常你是不是速度慢慢慢 然後三檔它自動會退二退一 到靜止停下來 沒有錯吧 但是BMW都會有個問題就是 3 2 然後你停下來才1 它會慢 反應慢了一點 紅燈D檔入N檔會頓一下是什麼問題 D檔入N檔頓一下應該蠻正常的吧 通常是N檔入D檔比較會頓比較大力 正常是一定會頓一下 因為你本來有一個向前的力 那你把它切掉了 它就會頓一下那是很正常 5 4萬左右 渦輪2.0升以下休旅車有什麼好選 KUGA 只有KUGA有渦輪 還有什麼車有渦輪 CRV買不到 二手十年車 歐洲車好還日系車好 志雄其實這個要看你的使用 我跟你講喔 買車我跟給大家一個觀念 什麼車都好 真的真的 什麼車都有它的優點 那要看你是屬於哪一種 比如說你是外貿協會 你喜歡開出去有面子 你喜歡的是良家婦女行好照顧的 默默耕耘的 對不對不會在那邊跟你討伐 所以你要看你自己的訴求是什麼 所以你要買什麼車 歐洲車好日系好都沒關係 我覺得主要要看你的訴求是什麼 你的訴求是代步 你的訴求是安全 還是你的訴求是代步又安全 那個都不一樣好不好 都好 889一入天同一款車 標價會不同什麼用意 就假價格啊 你有時候你在數字網還是很多網站 你會看到很多車怎麼 好像感覺就是同一台 里程數也一樣 顏色也一樣 配備也一樣 然後怎麼都每個拍的都不一樣角度 價錢都不一樣有沒有 這個是牛牛車房 那個是小明車 車業 那個是什麼阿達汽車有沒有 那個其實就是不同人看同一台車 然後用不同的廣告效果看不一樣的價格 大概就是類似這個意思 GS450推薦嗎 得價很多的感覺 對 KO 你如果是站在折價很多的感覺 450 就推薦 那你如果你的角度是站在說 省油好照顧 他是滿好照顧的啦 省油應該是沒有人齁 你如果是站在要代步的立場 廖建要便宜的立場 那就不推薦了嘛 所以真的是看你的角度啦 車一年里程跑多少公里正常 多少是偏高 我跟你講齁 台北縣市國產車 大眾車來講 一年在一萬公里至一萬五千公里是合理的 不要說台北地區的全省應該都差不多是這樣 因為台北已經算用車頻率滿高的一個地方 超過一萬五基本上就已經有點多了啦 但是這個是大眾車國產車喔 你如果是進口品牌高級房車豪車對不對 一萬以內 基本上一年你開超過一萬一萬二以上 基本上都太多了 3.5代是不是被市場炒起來漲價了 對 漲價了真的漲價了 而且不是你買漲價我買也漲價 Focus基本上3代3.5代4代全部都漲價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在證明了一件事情 二手車的市場價值不是我定的好不好 市場定的 你們買貴就代表我也買貴了 啊我買便宜你們也會買便宜 那運氣除非我運氣特別好我買很便宜賣你也很貴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因為市場太透明 賣車的人也不是白癡 我出了給人家低他就賣給別人 喔講到這個 我最近遇到幾個案例啦 很多人會來問你 師哥 那個我的車是什麼車幾年剩多少錢對不對 啊我都會回答有空 雖然都過一兩天才回答 那我就問一下資料 喔給你參考大概45萬 給你參考大概50萬 那很多人喔會用我這個價錢 然後呢去外面問嘛 他也不開來給我 或者他覺得小四估太低啊 假設 我先假設 好我估45萬 然後呢 他就去外面問 喔有人46萬 有人45萬5 然後就賣給別人 然後你為了那一些錢 你賣給別人 再來私訊我說 小四哥 我之前問過你車齁 價錢 可是喔我賣給哪裡哪裡的一個車行 啊過一個月以後 他現在打電話來說 我的車什麼引擎壞掉的啦 有變速箱壞掉的啦 喔我說的不是一個案例 我說是很多個案例喔 買的時候沒講什麼 然後過了一兩個月回來跟他講說 欸你的車子齁 什麼結構有傷 還說什麼 我有叫我們的那個 汽車公會開一個鑑定表 說喔你這個車子之前有賺過 喔啊你要給我扣錢 幫我告小四哥怎麼辦 我真的覺得我好像聖人耶 你知道喔 我深愛的這個女人 然後這個女人呢 幫他去給別人弄完之後 再回來跟我哭訴 叫我幫他 喔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 啊我們不幫他 好像我們很小氣 對不對 好像我們雞的長大 我講實在話喔 這個是賣車的喔 還有買車的也有喔 反正喔就是諸如此類的這種狀況 層出不窮啦 還有當初來跟我們看的車 那可能因為知道有時候 我們車進出很快 沒買到 那去別國買 那我不知道是因為買不到 搶沒搶到 還是說因為別人比較便宜 我都不知道 但是這個也不是只有一個案例 也是很多案例 然後你出去跟車商發生糾紛 買了中錢 有的沒的 你再回來找我 你知道我們的心情是很難過很受傷 我深愛著你 然後你去跟別人交往完 被騙回來 然後說我要怎麼辦 我懷了他的孩子 我怎麼辦 你現在醫師我要娶你 我不懂啊 不然你們教教我 這應該我應該怎麼做 不理他們 我又覺得好像我很小氣 不幫他們也覺得自己覺得過不去 過意不去對不對 這都最輕翻的事情啊 有一個好像說 我在賣一台車 假設那台車我賣60 然後他就貼了很多那個 其他數字網 網站的同一款車 然後一樣年份 貼給我 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的大概比人家貴 1到2萬塊這樣 他說欸你的燒貴這樣 那我就上去看啊 欸還有人比我貴的 你當然貼便宜的給我看 你不可能貼比我貴的給我看 我就說好沒關係 啊這個東西 我真的就依照我的 維持公司營運需要的利潤 甚至我的禁價 我的車礦 我就把價錢弄上來了 那你如果賣 那沒有關係 他真的講原本 我也不會強逼你去買 然後欸 好啦過了一陣子回來啦 私訊我 啊小獅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在別的地方 買一台車 那個里程數不准 請問我能怎麼辦 啊我能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我能怎麼辦啊 哈哈哈 他說啊車子 冷氣不冷什麼 回去車商不理你 他問我說那 請問車商不理我 我該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你該怎麼辦 他說車商說那個什麼什麼 是消耗品什麼 我該怎麼辦 啊類似這種東西啦 啊所以有時候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啦 因為不理他好像也不是 他理他我們自己又心在滴血 覺得很難過 其實有時候我會稍微 有時候我會想逃避那些問題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該 用什麼樣的態度 去回答這種 而且我也很忙 我為什麼 就像剛剛有人講 我為什麼要花時間 在不珍惜我 人的身上呢 對不對 我也會這樣想啊 啊反正這個就是這樣啊 啊對啊 其實我就有回答啊 他說比如說像 最近遇到一個說 啊車商回來 說什麼要跟他扣錢 我說啊有沒有先契約 他說有 我說那你就照契約走啊 就這樣 我就 我就只能回答 那就照契約走 對啊就這樣啊 啊不然要怎麼辦 就照契約走啊 他說對方跟他買了車 過了一陣子又要回來 跟他扣錢 對方要跟他退車 我說那合約有沒有寫要退車 他說合約有寫說 如果車子有怎樣怎樣怎樣 他可以跟我退車 把車還給我 我說那就照合約走啊 就這樣啊 鐵輝頂級款 20萬是不是差不多可以賣了 駿宇要看車況啦 對啊 20萬左右 沒看到東西我也不知道 排氣管 裝下巴 加個轉向口 會影響保固嗎 我不知道啊 看你的那個 那個新車公司喔 你可能要跟你 你的 所屬的新車公司去問一下 然後知道 拉機幫重包會不會影響氣囊作動 不會 不會影響氣囊作動 二手車商會收公會 舊車主 引本認證費用嗎 我是不會收啦 阿別人會不會收 我不曉得 COOPER其實這就是這樣啦 很多喔 會 不管是買車或是賣車啦 談定價格以後 後面再用很多的明目 來跟你call 我真的絕不能怪車商 因為消費者一定是 把錢放在前面的 很簡單啦 我舉個例子 我最近買一台4000多cc的車子 假設他比了 比了一圈 我跟他說我跟你收20萬 哇20萬比了一圈 我最高了 他就開回來賣我 好那我現在我跟他買的時候 我說欸那前三個月的稅金 你要繳 對啊合理嘛 現在已經三月底了嘛 一到三月是你用的 我從三月底開始接手 你要call三個月 你知道三個月稅金要多少 就一萬多塊 他去繞一圈比 是比什麼 比幾千塊而已 我搞不好比比別人高 三千五千而已 他就回來找我了 結果我倒call 跟他講說欸那你稅金要call給我 不然這稅金那麼貴 你懂我意思嗎 我只舉個例說 其實有時候 你在談價格當中 你必須要很明確的知道說 有沒有衍生什麼費用嘛 你會不會後面回來跟我扣東扣西嘛 對不對 那我如果再建議一點 我跟他買好以後 隔一個月說欸你引擎壞掉 變速箱壞掉了 合約有 變速箱如果壞掉 我可以退車 我車退你 你錢還我 錢都花掉了 你沒有錢還給他的時候怎麼辦 欸我很合理啊 我是照契約走說 我把你賣我的車 當初一個月前賣我的車我還給你 你把我跟你買的錢還給我 好大家就沒有輸贏 很合理對不對 乍聽之下很合理 問題是有可能他拿到錢的錢早就花掉了 或者是這個錢已經拿去用在下一台新車上面 那你要我拿幾十萬出來 我現在沒有我花掉了 那怎麼辦 那不然這樣啦 扣個三萬五萬好不好 大家在喬 為什麼幾十萬你沒有嘛 三萬五萬 好吧 給他扣啊你就給他了 大概就這個意思 F30毛病多嗎 其實BMW主要都是漏油問題而已 其他都不用擔心 洗完車停車拉手套 隔離開發手套起步會碰一聲什麼 喔沒有卡住而已啦 Andy那你應該很少開啊 他那個卡錢卡住而已 開了就好了 他沒開就壞了 如果你在開卡錢還沒鬆掉就是壞掉 就是要換那個分吧 12年的Artist1.8天窗10萬公里 有什麼該注意的地方嗎 注意里程不要太高耶 喔里程已經10萬啦 那沒有當過計程車的疑慮就OK啦 這種Artist你就是不要當過計程車 里程不要太高就沒事了 代標車領口可以幫忙下單標 我沒有我沒有幫 我沒有幫人家代標 代標這個東西 上次有一個網友跟我討論了很久 說小思你為什麼不代標 我說因為我覺得代標是 我在那邊講講很清楚講一次喔 為什麼我不代標好不好 代標他說小思你溫潭的啊 你為什麼不代標 他是好意我相信 因為他覺得代標是穩賺的 我說為什麼 很簡單啊 我給你我的需求對不對 我要多少錢買 然後我先給你一筆押金 然後代標金 然後你去標了 然後我錢給你 你就把這東西給我 那萬一再來車還有什麼需要整理的 你在幫我整理 你在跟我報價 你在收整理費 那小思哥代標不是穩賺的嗎 我說對啊是穩賺的啊 他說那你為什麼不做 我跟你講標車是有風險的 對沒有錯 我可以把風險轉嫁給消費者 兩者之間的差異在哪裡 我今天我去買一台車回來 我買的便宜 但是其實我有風險在裡面嘛 萬一這個車回來 我跟我暗算的 不一樣對不對 我整理超過了 哇死啊 我要承擔這個風險 或是我買回來完蛋了 這個車跟我想的不一樣 車礦跟我想的不一樣 完了 我中槍了 可是我中槍的這個車 我單的這個風險 我沒有把這個風險給消費者單啊 那我代標的時候是標下來 反正就是你要的嘛 已經有買組了 所以風險我是給消費者 好萬一這個車有什麼表上面 拍賣場的表上面 沒有寫出來的問題 消費者自己承擔 對我來講應該很好 那我不要 為什麼 他說你穩賺的你為什麼不做 我說孩子很多事情 不是出發點只有錢而已 他說那個拍賣場 不是都會把那個表格寫給你 我說孩子 一台車的零件 有兩三萬一張單子上面 他能寫出幾個 我們假設 那單子上面他可以檢查 一百項東西 他幫你檢查了一百項東西 請問一下那個比例是幾分之幾 兩萬跟三萬分之幾 一百 那個比例 有多懸殊 所以代表什麼 除了他講的那個單子 以外的東西 都是風險 這個風險 給消費者承擔很棒啊 我穩賺的 問題是對我 我好嗎 很簡單啊 我標一台車下來 好啦 那那個 這個車 回來檢查完 我幫你 小絲幫你標完了 檢查完 大概你要整理一些 有的沒有什麼 幫你檢查完了 整理要五萬 唉唷啊小絲 你不是很有經驗嗎 怎麼會幫我看了以後 標下來還要花五萬整理 你不是很有經驗嗎 怎麼還要花那麼多錢整理 誰倒楣我倒楣 我不僅齁 要幫你標車給你 我還要guarantee這個東西是好 那為什麼我不乾脆回來 我好好的測試 好好的檢查 沒有問題之後 我再交給你不就好了 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阿不然就標下來說 欸好啊這個 林先生我幫你標好了齁 阿再來車 我再花個兩個禮拜整理 阿怎麼要整理那麼久 我現在就要用車了餒 阿就標到了 你就給我就好了阿 不用整理了阿 欸對 不要整理 回去 出問題了 又是小絲 小絲 阿你幫我標這台車 怎麼出問題了 我剛好把自己弄那麼累 我不用阿 我就把一台車買回來 我愛檢查多久就檢查多久 我愛測試多久 我就測試多久 測試到我放心沒問題 我在上海賣 我放心 你放心 我萬一我花太多錢 價錢或是這個價錢掉了 整理的過程當中 崩盤了 這個車價折價了 崩盤了 沒關係阿 那我自己吞阿 我賣便宜一點賣出來 我也可以不崩盤 我想賣貴一點也可以 這放久一點 甚至賣不掉阿 通常我膽嘛 這叫什麼 你做生意 做生意阿媽都要做穩賺的 穩賺不賠的 Skoda車評價如何 1.4 1.5的 明華我最近正在試那個Rapid 試完再跟你們分享 好不好 但是依照我以前開Golf 1.4的經驗 我覺得應該是還不錯 05年4D Focus 11萬二種商 還算有價值嗎 舊換星比較划算 其實坦白說差不多了 就是在那個舊換星的上下 武術Mario的行情在哪裡 應該在20萬左右 國產休旅中隔音比較好的是哪一台 國產休旅哪一台隔音比較好 庫嘎還不錯阿 好像也只有庫嘎了吧 不過我上次阿 不過那不是國 我上次開Outlander覺得也還不錯 還算有水準 我覺得 Outlander我覺得還算有水準 機能座11年的1.8要注意什麼 Livina其實我賣到現在不太有什麼問題 喔他那個冷氣AC的開關很容易壞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開關壞掉按下去 媽沒有燈也沒反應 要說機不開 很奇怪我遇到很多台了 我覺得現在車好貴 我今天試開那個Rapid有沒有 我說Skoda那個1.4Rapid 欸我這樣開開說 幹這車那時候賣90幾萬 我那台車齁 我本來賣52萬8 我跟你講 我今天試開完一天以後 我決定要降價 我覺得那個車不值這個錢 我自己吸收 不值那個錢 阿呆 Skoda那台部落格把他降價 把他改成49萬8 真的啦 大丈夫一人寄出四馬難追啊 那車不價50萬 我今天試開以後 我覺得那個 哇那個新車賣太貴 那個不是說車太好 我覺得新車賣太貴 二嫂車齁 如何判斷里程數 除了輪胎 還可以怎麼判斷有沒有造假 我跟你講很難 你如果是新一點的話 新一點的車你就是原廠紀錄 搭配監禮戰的紀錄 搭配他的車況 輪胎等等細節 那你車子如果很新 只有跑3000公里5000公里的時候 然後原廠又只有進去一次的時候 其實你坦白說 你只能從輪胎去判斷 還有使用狀況去判斷 其實那個美感很多啦 家豪 不是說有時候齁 我們能交的 在我的YouTube影片都交了 可是我說實在話 我們這行一二十年的功力 真的說要三言兩語 或者是拍幾個影片 就讓你們都可以傳授出來 坦白說真的有點困難 因為很多事情真的是驚艷法則 很多車齁 我們一打開 這招三萬騙笑 你懂我意思嗎 很難用言語啊去形容說 我們是怎麼看的 但是我們盡量能夠交能夠講的 在影片啊或是簡單的回答 我們都會跟大家講 我不會吝嗇 但是我只能說交給大家 都是很初階的 好不好 就是避免你們被那種很粗糙的騙而已 但是說要說很精通 你遇到那種騙誰那 那種很厲害的 我真的我覺得也很困難 要買無牌車怎麼處理 無牌車有很多耶 你是全力車還是說它是什麼 大牌跑去哪裡張車還是什麼 通常啦齁 通常都是寫讓渡書啦 可是你那個車如果不是一個 正常管道的東西寫讓渡書的沒有用 原廠渦輪聽說過會有問題嗎 目前還沒有聽說過 其實我覺得現在渦輪車大家不用擔心 渦輪其實不是一天兩天的產物 它沒有那麼快壞 可是它一定會壞 買過馬五iMAX改2.3 沒有沒有改過耶 馬五電裡白色賣掉了 剩下灰色 馬三世代值得買嗎 可以啊為什麼不可以買 馬三不錯啊讚啊 馬五有通病嗎 舊款的馬五變速箱會壞 09以前的 我修過而且不只一台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我很少賣舊款的馬五 還有iMAX其實我也不常賣 iMAX除非里程D5才要賣 160530現場有什麼要注意的 哇要注意的多囉160 不過我覺得BMW都一樣 其實沒有分型號啦 真的啦你買每一台的BMW 超過八年以上你要注意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除了我們剛剛講基本的那些東西以外 肉油肉油再肉油 就是這樣 變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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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邊那也沒什麼問題 變速箱跟肉油 再老一點會吃雞油 產業會吃雞油是正常的嗎 好像是耶 好像蠻正常的 馬六的汽油引擎有什麼通病 沒有啊汽油引擎還OK啊 204C300有什麼通病 OK啦 C300現在路上一堆了啦 不用擔心了啦 喔對啊現在疫情齁大家要注意安全 我回家第一件事我就洗手 欸這疫情我都很怕挺不下去耶 我們一個公司養那麼多人 很多公司其實已經受不了了 給大家看一下神獸汪汪好不好 這個每天都要在看醫生的 頭老了齁跟人一樣 都要定期看醫生做身體檢查 好不好 疫情會造成車價漲還是跌 目前還在觀察 我預計應該4月過後 可能應該會有點 有點慘 對 狗不能讓牠直立 對腰不好內行 真的牠脊椎會不好 好啦大家晚安啦 祝大家口罩都買得到 好不好 大家掰掰啦 大家晚安